好,各位,現在在台中高鐵站了 待會準備要轉發火車進市區了 好,我先坐火車 各位,現在到台中車站了 我剛在車上還遇到一家四口的菲律賓人 從那個明達腦島打爆那邊過來旅遊 跟他們相談生歡 他們好像去台中那個什麼新色花海還什麼的 但是我查一下好像那邊暫停營業 我幫他們去會不會撲空 當然也沒辦法,我已經下車了 好,希望他們一切順利吧 好,我們先來台中火車站這附近周遭逛一下 好久了 好久了 這應該是舊的台中火車站 好久了 哇,古色古香 有一點那個應該是日陽混合 日時期風格的建築 好,一群小朋友在這裡戶外教學野餐 這應該是舊的鐵軌改建了 哇,這個 哇,裡面好多魚喔 哇,這環境現在弄得還真不錯 好啦,走過來過馬路 對面這邊應該就是東協廣 對面這邊應該就是東協廣 好啦,一走過來就有人都買手錶的東西 手錶的地方 然後中午剛開門的樣子 先來看看東協廣 今天不是假日啊,肯定 因為移工和沒放假 肯定人是比較少 好啦,一樓 一樓 都是一些小店鋪 賣一些衣服飾品啊 什麼的 其實這風格跟那個 佩麗菁的那個 馬尼拉那個 Green Hill 青木 青木三層那個中心 有一點像 就是珍珠琵琶市場 對,就是很有名的 東協廣場周邊 都是一些 越南啊 印尼的文字 對面也有越南河粉 和一些越南的商店 假日肯定是很多人 好啦,現在找到一間排隊名店 越南炒麵包 好,我看 天氣那麼多的午餐就先吃這個 排一下 剛好人現在不會很多 這中午生意那麼好 肯定是有獨到之處 好,我們就點一個來試吃看看吧 一個招牌 等了好久,終於等到了 先來試吃看看 咱們看一下這個料 麵包 麵包皮很脆 然後 小黃瓜也蠻清爽的 肉汁也很多 那個醬和肉汁也蠻好吃的 難怪生意很好 真的不錯 這個下次如果你們有在這附近 剛好我們排隊的時候 可以買來吃吃看 真的還不錯 前面就是台中第二市場 好,這邊蠻惡鬧的 這邊就是 台中的第二市場 哇,都是些傳統的東西 這個在吃什麼 欸 哇,多多高 哇,這分音太好了吧 在賣什麼 偶戀什麼的 傳統市場 哦,這是一個 哦,我了解 這是一個六角形的地 哇,四通八達 這裡算是個中心一點吧 衣魚池 針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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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在民間 美食在路邊吃啊 在裡面的東西 看起來都 滿厲害的 哇,每家針魚都太好了 算蠻酷的地方 欸 蠻傳統的一個 這個四季 煙火器啊 火車的市場 這邊有一間 肉包餛飩汗 喔 開燃煮應該也蠻好吃的 嗯 燈一燈好吃 烏龜 花生 油飯 太熱了太熱 還是先喝個冰涼飲料再送 這個 什麼 梅子茶 這個也蠻有Fu的 看到人手一杯 老奈紅茶 不得也不買一杯來喝喝看 正版老奈紅茶 喝一口看看 喔 透新涼 有啦 真的還蠻好喝的 不會太死甜 也有茶味 也不會苦澀 而且是有點 它沒冰塊 但是接近 碎冰的那個冰度 這種天氣 來一杯剛好 現在這個天真的是要下雨不下雨了 聽說台北現在已經下雨了 所以特別悶熱 還蠻深大汗 先找個 有冷氣的地方吧 稍微坐一下 一路逛過來這種老屋還真不少 對面就是 台中很有名的 第四信用合作社 這個應該就是 以前的銀行改的 還有金庫的大門 跟那個 以前的櫃檯 裡面現在也賣一些文創商品 這個應該就是 風原的冰 風原眼色 好穩 好穩 這是一些文創的 文創的一些 伴手禮法 先 補充一點咖啡品 先喝杯冰拿鐵 裡面的冷氣稍微吹一下 往外面現在 中午 現在下午真的太熱了 台中很久沒來 現在觀光客也不少 國外的觀光客也不少 因為當天實在是太難 不然如果有時間 可以過夜的話 在台中逛一逛 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走著走著 這裡 還有也是公園的 哇 這裡好文青 好各位 待會就準備上 台北 反橋那裡了 時差應該也水的 差不多 我們這一集到這邊了 熊耳頻道多多幫我按讚訂閱 好各位 待會就搭車回台北 好我們更精彩的視頻 下期再見 掰掰